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验证的预测来综合讲述 因此时间会比较长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进入正题 关于推背图的准确起源过程已不可考证 据传在唐朝贞观时期 太宗李世民以其博大谦虚的胸怀和京士治国的才能 开创了一个繁华强大的唐朝王国 但同时他也对未来存在着隐忧 于是便找来当时最有名的两位术士李淳峰和袁天刚 让他们吞算大唐的果韵 一日 李淳峰仰观天象 发现天空的星辰运行有所变化 便奇怪对其推测 预测到不久将会出现五姓女子乱唐的灾难 感到非常震惊 一时忘情便继续推算下去 直到被站在身后的袁天刚推了一下后背 提醒他天机不可泄露太多 就此为止吧 他才停止了下来 但此时李淳峰已经推算出了60个卦象 后来李淳峰就把推算的结果整理后写成了一卷图书 献给了唐太宗 推背图共60项 每一项由卦图乘宋组成 彼此相呼应 缺一不可 除去第一项和最后一项不是预言外 共有58项预言 从大唐气数一直预言到世界大同 每一项所涉及的都是有关人类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 且各项之间衔接紧密 据考察推背图中的图是根据和图洛书演变而来 简易但包含玄机 秤文是古代的一种预言文字 直到汉朝时仍然流行 而宋是一种补词 推背图每一项都含有一个卦象 其排列顺序与今天的易经是不同的 但有很大的关联性 古代共有三意 周易 龟藏 莲山 据唐使记载 李淳峰是引用莲山来破解卦象的 但龟藏和莲山已经失传 宋史和元史都曾提及到推背图一书 但记载的很简单 自宋朝以后 几乎历朝都将推背图列为禁书 因此历代书目类的书都缺少关于推背图的记载 但是历史上有很多大学者的文章和笔记中都有提到推背图的地方 可见此书虽然是朝廷禁书 但在民间仍然以极其隐蔽的渠道流传下来 并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备受关注 那么推背图之所以遭到历代朝廷的禁止 同时又在民间传播极广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预言的准确性 所以封建统治者对其非常恐惧和憎恶 为了避免造成恐慌只有将它毁灭 而在民间人们却对这样的书籍津津乐道 用一种调侃的态度来解读它 静观王侯将相的兴衰存亡 而关于推背图的成书动机 作者其人真实版本等问题都还没有定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在历史上存在过 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推背图用很简单的60项对历史进行了 盖棺的预言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这是我们的祖先对命运和时间难题的探索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 这本推背图的作者之一李淳峰 李淳峰是唐代的杰出天文学家 数学家精通阴阳力算之学 在天文学领域中更是成绩斐然 可以说是一位了不起的千古奇人 据说李淳峰能够精准的预测日时的出现 唐人刘亚的隋唐佳话中有一个故事 李淳峰完成了心力教定以后 上奏太宗皇帝说 近期有日时 余战不及 那太宗就很不高兴 就问他说 若不发生日时 你该何罪呢 李淳峰答曰 若不发生日时 臣愿一死 到了那天 太宗一大早 就在庭院外等候日时 但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出现 便对李淳峰说 我放你先回家与妻子告别 李淳峰却毫不慌张的指着低落说 请陛下再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果然就发生了日时 时间是一点都不差 而关于李淳峰与推背图的产生 还有一个故事 唐朝的贞观时期 荆州刺史盖文达将一名美女 敬献给了唐太宗李世民 她的名字叫五妹娘 当时十四岁 李世民非常欣赏她那娇媚如天仙般的容貌 立刻就纳她如后宫 后来又封她为财人 从早到晚片刻不离 当时担任司天剑 也就是掌管天文历日的官署的李淳峰 曾向皇上建言 唐皇室将有亲王杀戮之祸 女子专权即地位之器语 而且在一个姓武的女子 唐太宗听后心中感到不安 便下令将国中姓武的男女通通杀掉 结果产生了许多无辜的牺牲者 这个征兆显示的很明白了 此女子是宫中的人 她将在四十年后称帝 唐太宗虽然知道李淳峰的是个占卜高手 但他另有打算 因此便问李淳峰 这一年的新科状元是谁 李淳峰便答道 若问荆科状元是神 活犬二人之结 唐太宗暗自决定 如果李淳峰预言没错的话 就废掉武才人 结果当年科举考试后 唐太宗看到榜单的第一行写着敌人结三个字 活犬也就是敌字 而二人则是人字 最后加上一个结字 刚好组成敌人结的名字 李淳峰居然预测的一字不差 事后至此 唐太宗只好相信李淳峰的戒言 但他还是舍不得杀武媚娘 只是将他逐出宫外 并建了一座草庵 让他住在那里 也正因为这一次关于武则天窜堂的预言 唐太宗又命李淳峰推算一下整个大唐的气数 李淳峰沉醉之中 竟已然推到了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 写出了推背图 留下了一本千古奇书 那么我们再聊一下第二个作者 也就是袁天刚 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天文制度 设立太史局 负责天文观测 钻钉历法 颁布历书 观测天体及气象现象变异等事物 此外还给一些朝廷大臣 补算他们的运势好坏 在古代 人们普遍认为天体和气象的现象 异常与国家的命运相修相关 在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 《天官术》第五中记载 北极星 也就是紫微星 在天空中是不动的 可以将其视为是天子的居长 紫微星在天中的中央为中观 他的周围是东观南观西观北观 也就是说天上的星球 和地上的政治机构体制是相对应的 我们可以凭借着观察天体的变化 来推测地上的政治体制的变更 和国家的大势动向 为了避免造成人心惶惶 太史记如果观测到了异常的天体现象时 必须立刻其密封上奏给皇上 不能泄露给他人之道 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据说元天刚和李淳峰当时担任 四天剑的职务天文台的掌管 又称为太史令 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 李淳峰和元天刚写出了推背图 由于其内容为当时的最高机密事项 只有皇帝可以看 所以短时间内并没有流传到民间 如今在推背图传本的开头写着 唐思天剑元天刚李淳峰传 李淳峰的确是担任四天剑的官位 史书上也有记载 但是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元天刚也是四天剑的人 那么元天刚究竟为何人 元天刚的生族 现在我们无从考证 本是一名道士 原名叫元天刚 是角丝旁的刚 道名是元天刚 善奉剑和像术曾在隋朝做官 为盐官令 元天刚在唐代以善像术 风水著称是一代术术大师 他生前所做的各种神奇的预测 无不以准确的应验 唐书记载元天刚最著名的像术传奇事迹 就是为女皇武则天看相 当武则天还在幼年强宝中时 元天刚一次见到武则天的母亲杨氏 吃惊的说 夫人当生贵子 武则天的母亲便把两个儿子 武元庆 武元爽 领出让元天刚面相 可是元天刚说 这两个儿子都可以是官制三品 只不过只是一个保家的主 还不算大贵 杨氏又换武则天的姐姐 让元天刚来看相 元天刚就称此女贵而不利夫 后封韩国夫人 最后由仆人抱出了 穿着男孩衣服的武则天 元天刚一见就大于震惊 说她是龙铜凤锦 极贵燕也 但又遗憾地说 可惜是男孩 若为女 当作天子 此后历史就证明 这人家的富贵之命 竟全部被她说中了 据说元天刚是李淳峰的师父 他们都在随末唐出 知识渊博 而道书又很高深 这样看来 虽然推背图的主要作者是李淳峰 他在做预言时 被元天刚推了一下背而停止 但是李淳峰也肯定受到了自己师父元天刚的指导 所以才有了两人合传之说 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推测 李淳峰是太史局的司天剑 而元天刚是世外高人 他们之间有着一师一有的亲密关系 所以在唐太宗要求李淳峰对唐朝运输进行预言时 李淳峰也就推荐了元天刚 两人就合力做出了推背图 总之 受当时科技条件的限制 我们已经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用影视的方法来记录和保留下来 那李淳峰和元天刚究竟是怎样写成推背图的 也是不可考证 书是一本奇书 写成奇书的方法更是神奇的方法 所谓天机不可泄漏 李淳峰、元天刚在做推背图泄漏天机的时候 早想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俩尽力将预言做的是晦涩难懂 长久以来翻阅推背图的人不在少数 但是真正将推背图进行详细注解的 并公开其玄机的人只有金圣炭一人 我们现在在网上经常看到的版本 正是金圣炭首批本推背图 同时这个人也遭到了非常悲惨的结局 而金圣炭版本也是命运多舛 那么金圣炭到底是何人呢 金圣炭年仅15岁呢就得到了推背图的抄本 从中得知明朝的国运不长了 金圣炭参照历史事实 对推背图进行了忠实的注解 提高了预言的可信度 当他看到第三十三项黄河水清时 预测到了满足将入侵中原 灭掉明朝建立清朝 结果在二十年后也就是1644年 清王朝真的取代明朝统治中国 金圣炭对于明朝被满清所灭感到非常心痛 将推背图的六十项全部加以注解 留下了金圣炭首批本推背图 金圣炭在顺治18年7月13日因 因枯庙事件而问罪 被清朝官吏斩首于江宁的三山街 正如古人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 泄露天机必遭之灾祸 金圣炭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 泄露了太多天机 还真的遭遇了身手溢出的悲惨陌路 金圣炭被斩首后 他所做的首批本推背图 曾先后被陈继一正式等人收藏 乾隆编转的《四库全书》时 颁发了证书令 让民间献出藏书 正式随上缴此书 清停其保存在圆明园内 1859年 英法联军就入侵北京 火烧了圆明园 某军人就得到了这本 金圣炭首批本的推背图 那件有奇特的图案 便转手送给一个叫利比亚的女士 1867年 在曼根氏从利比亚手中得到了此书 并做了简短的批语 直到1918年 华裔商人李信青先生到英国经商 在曼根氏之孙的家中发现了此书 那这个可是祖国的秘本 便用了12颗大珍珠换了过来 后来又托人归用回了中国 委托给清晰散人发行 此后在国内流传 该书现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馆中 推背图的预言的确难解 再加上自古流传天机不可泄露的戒严 大家都会害怕会遭遇到像金圣炭一样的下场 不敢名言吧 到了民国时期 由于推背图被发行出来 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也曾经看过 但是到目前为止 能够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前公开发表预测的只有一人 那就是金圣炭 推背图是一本神奇的预言书 它经历了被查禁 暗中流传 商交朝廷 远渡他国和公开发行的坎坷命运 可谓是一波三折 但最终还是保存了下来 我们也有幸能够目睹其神秘的容颜 但直到现在 还没有看到历史学家对推背图的专业的点评 以正统的学术观点看来 推背图只不过是一本宣扬荒诞迷信的图册 但是它对中国过去的历史的准确性预言 仍让我们感到震惊 其对未来的预言 还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挖掘和研究 正因为如此 推背图绝不是没有研究价值 它的预言是对历史进程规律 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盖观反应 所以呢 当我们慢慢揭开推背图的神秘面纱 也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考察 关于推背图的几个特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 想要对推背图这本奇书 有盖观的了解 弄懂它所要表达的含义 必须先犹究它创作时的特点和规律 把握它在对社会发展中预言时的脉络 这样才能纵观其首尾做出正确的解读 首先第一点 推背图各项的组成 推背图一共包含有60项 其中每一项由图、干支、挂项、称词和送词组成 每一项的图画就是一幅素描 用简单的笔触汇出所要预言的大师特征 如第二项关于大唐弃术的预言 图上画着一个盘子 盘中装着21个礼子 正好象征着唐朝共有21代皇帝 而第四个礼子没有饼 暗示武则天不是礼氏的嫡传 第一项的干支正是按照整个干支次序排列的 60项正好对应60个干支 每一项的卦是从周易64卦中责选出来的 称词是各项预言内容的主体 每一项称词都有四句 每一句字数不一 一般都是四字 但也有三字五字和七字的情况 颂词是称词中的补充说明 像一首诗都以七言绝句的形式写出 阅读推背图的时候 只有综合他每一项的图像挂像 趁此颂词所代表的意义 才能真正明白他所要预言的事情 推背图所预言的事情 一般都是影响着整个历史发展和转折的大事件 通过解读他关于古代的预言 我们发现一个王朝的建立和灭亡事件 必然属于预言的内容 此外就是关于在这个王朝统治期间 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事情 例如明朝的预言 第27项预言了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 第32项预言 李自成进京倾覆了明朝 第28项、第29项、30项、31项 分别预言了发生在明朝的几件大事 朱立篡位、宣宗三阳、木土之变、魏忠贤祸国 推背图这样的内容设置 既体现了历史精神有序性 又降略得当 让我们在纵观历史的过程中 也为它的神奇而叹服 那么推背图中的数字 其中也非常有意思 很多东西是直接 这些可以用数字来预言历史 这些数字相加或相成 正好在某个历史事实相吻合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第二项的图像 是对大唐帝国21个皇帝的预言 那么此外 第4项中的五只猴子 暗示了张简之等五王 第12项中的统二八周 2×8等于16暗示着 石敬堂将燕云十六周送给了契丹 第21项 战士三六又难行 3加6等于19 暗示了北宋共有九位皇帝 第24项是2948 29象征着北宋和南宋各有九个皇帝 传了九代 而48是4乘8等于32 将指的是宋朝南北合计共320年的国座 第25项是子子孙孙武武义 暗示着元朝从乌碧烈开始 经历十位皇帝 第35项是三台福清 指的是清朝末年的三位大臣 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宫堂 第39项的十二月中气不合 十二月中即指的是六月 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推背图中的这些数字 即使它对历史的预言更加详尽和准确 也更具有说服力 只是有时候需要两树相加 有时候需要两树相成 这也为我们解读推背图带来了麻烦 只能在历史发生之后才能对号入座 那么第四项是推背图中 对人民也有直接的预言 例如在第三项中日月当空和不闻一无两句 暗指的是武则天的名字武兆 第五项的杨花飞和定于此处藏金环 暗示了杨贵妃的小名杨玉环 第九项是非白非黑草头人出和可怜朝复一成空三句 暗示了皇朝的名字 第十四项的图画中是一树干枯的木柴 上又发出了一只新绿的内涯 暗示指的是周世宗财荣的名字 第二十二项是木沟大赖 暗示着南宋建立者赵宫的名字 第三十项是白归半林暗示指的是土木之变的土木两字 第三十四项图中的滔天洪水暗示着洪秀全的姓 红字 第三十九项鸟无毒山有月暗示的是日本是一个导博 总之在退位图的很多项中都有对事物主导人物姓名的预言 有时是直接道出有时是暗含在几个句子之中 有时是通过图像表现出来 这是退位图比较有趣的地方也是它神奇的地方 当我们了解以上有关退位图的几个特点 就可以用已知的历史知识去探索它的奥妙 并试着去推测它关于未来的预言 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些关于心象命象风水等学说的盛行的原因 与当时人们的心理特征是分不开的 处于人类社会发展初中级阶段的封建社会 人们对整个宇宙自然的整体概念还处于一个比较茫然的状态里 对日常生活出现的许多怪异的现象还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 于是他们对自然和生命神秘性有着一种畏惧的心理 不得不借助这些学问找一个生存的依靠和借口 尤其是当人们处于衰落之事或遭遇到了艰难困苦的境遇 对生命的悲观情绪油然而生 对自己生存前途的意义和价值产生怀疑 急于想求之未来的命运 俗语所谓心思不定看相算命便是这个道理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李淳峰和袁天刚的推背图的产生 从其本质上说 它是人类好奇心的产物 唐太宗本来是要李淳峰预测大唐的运输 但李淳峰一时忘形便预测了很多年之后 这也是一种好奇探索之心所推动 而对于这些学问究竟应该不应该相信 我们不能做出断然的结论 因为他们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一个阶段 许多方面也有一定的道理 只是我们还不能透彻的进行判断 如果用民间流行的一句话来说 那就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总之呢 像数数这一类的文化 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产物 他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是不可质疑的 因此呢 我们的未来啊 不是通过一本预言就等着发生 或者是不去创新 时间呢是不断流逝 正如推背图的最后一项 拍拍背 该干嘛干嘛去 对于推背图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五有说的不好的地方呢 请大家多多包涵 有说不对的地方呢 请多多指正 喜欢的朋友呢 欢迎点击关注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